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今天會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湯 就是我們平時去茶餐廳、塔房 或者港式西餐廳的羅宋湯 現在立刻開始 現在先講一下材料 我們會有洋蔥、西芹和蘿蔔 另外我會放一個薯仔和五個番茄 另外, 牛肉方面 做港式茶餐廳的羅宋湯 其實不用那麼漂亮的牛肉 通常都是會用牛腩、下蘭的肉去做的 就不需要買很漂亮的牛辣條 或者牛腩去做這個湯 這裡的牛肉大概有四百五克 如果大家買這些西芹 外面的一層皮就披一披 如果裡面的小小條 比較嫩的, 就不用披的 這個菜是很簡單的 沒有辣度的 不過我還有椰菜 忘記拿出來 讓我先幫忙 另外還有半個椰菜 這些比較嫩的 這樣就不用披的 薯仔我會切大粒少少的 最後就切了椰菜 椰菜我會切大約一吋乘一吋 這麼大塊 隨意切就可以了 本身已經有底料 蒜頭那些我就不會放的 牛肉切細細粒就可以了 牛肉我建議就用到六百克左右 這些我就沒有計算多重 大家按自己的喜好去下 椰菜 就放了半個洋蔥 就放了一個 蘿蔔一條 西芹就好幾條 三條左右 番茄我就用了六個 薯仔我就用了一個 調味料方面 我就會用番茄糕、茄汁和喫汁 喫汁就是給它酸味 糖給個甜味 另外鹽、鹹味和黑胡椒和香葉 如果你有牛湯就用牛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就用雞湯 或者直接用水 這裡就很少雞湯 我就用了它 加熱鍋 中火加熱它 大概四分鐘左右 大家如果不清楚 不手鋼鍋怎樣用 你們可以看我不手鋼鍋的視頻 裡面我就會說 我平時用不手鋼鍋 大概是怎樣用的 加點橄欖油 我現在先把牛肉放進去 如果黏在底下 好像是現在這樣 不要硬動它 等一等 溫度一夠之後 就會掉出來 剛才黏住了 現在看看行不行 可以了 煮得去 基本上見不到血水就可以了 鍋子就不要小 如果你買一些差的 不手鋼鍋 旁邊比較薄的那些 肉一攪拌的時候 就很容易黏在邊邊 好 現在我先把牛肉放出來 把底料倒進去炒 炒好底料 大約兩三分鐘左右 如果真的不夠熱 你聽到聲音 小聲了 你再開大一格 就可以了 加上茄膏 兩湯匙 加入一些黑胡椒 把茄膏炒好 先把番茄放進去 把番茄放進去 調大火 薯仔放進去 整鍋都放進去 沒技巧的東西 牛肉放進去 少許的雞湯 倒進去 先把番茄放進去 椰菜 香葉 醬汁 我先放進去 兩個茶匙 糖 我也放進去 兩個茶匙 鹽 大概兩個茶匙 現在我會把湯 倒進去 剛剛蓋過了 所有食材 就可以了 兩公升的水 做這個湯 是不是很鹹 就是這樣 你什麼都放進去 之前我也有做一個 粟米忌廉湯 粟米忌廉湯 就麻煩大家去我做 港式鐵板牛扒 那個影片 裡面看 就有了 另外 我加一湯匙半的茄汁 好了 那現在開始滾了 我就蓋開 開火 一個半小時 那現在湯就熬好了 就熬了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左右 那現在呢 就看看 大家記得了 把香葉拿出來 那現在湯熬好了 不過那些牛肉 就算是很入味的 當然了 放一蝦 那明天這個湯 和肉 就會更加濃味 那現在呢 我就試一試 整個湯 很好味 不過我鹽的酸味 不夠了 那我又加回 一湯匙多的 澱汁 這個湯 你要自己試的 之後呢 你這個湯 基本上呢 鹹酸 辣 都要有 那如果你有糖 醬汁 就加一些糖 醬汁 就更好些 那我沒有了 我就不加了這裡 一個西餐廳 一間扒房 茶餐廳 常見的 羅宋湯 完成 看得很棒 煮這些湯 粥料也是的 這些料粥 很難說難吃的 不想有肉的 那你就不要加 不加就變成蔬菜湯 或者你不喜歡牛肉的 你自己可以試一下 加些豬肉 雞肉下去煮 你的湯要酸和辣 最好就加些辣椒醬 你用那些雲吞麵 那種辣椒醬 或者Tabasco sauce 都很好吃的 那今天呢 我就將湯 用來做一個湯意粉 看看先 這個Coffee的 薯仔牛肉 蘿蔔 青豆 就做好了 大家記得點個讚 下期見 拜拜